可能要考的是一些 逻辑的能力 还有这个语言文字的能力 那不晓得两队要各派出 什么样的选手呢 一山哥哥 选他 郁博是吧 林永登呢 每天都在我旁边嘟嘟嘟的 所以就是他了 来 永登 林永登请出列 这么开心啊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我们要先决定谁先比 因为后比的那个人 他要戴眼罩跟耳罩 他不能先看到题目或听到 我就对那边看就好了 对那边看就看不到 没事我跟你说 戴眼罩还有耳罩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试试看嘛好不好 好 容易就被睡住了是吧 真的 好 那但是先了解两位的实力 郁博很会造句吗 我会 会 你会啊 对啊 你非常会是吗 比如说 因为点点点 所以点点点 请问你会造什么 你因为为什么有这支铅笔 所以呢 没有所以 对吧 没有所以 对不对 所以就近在不言中了 对 那你怎么造 因为我喜欢吃苹果 所以 我去买了苹果 诶 不错哦 这个逻辑通了 我们已经养了我觉得 我们是属于创意派的好吗 永灯还需要再暖身一下吗 不要 不要 好 他不用暖 他够了 是不是 那在这边由 郁博先的话 就有请永灯戴上耳机 跟眼罩 好没问题了 现在听得到吗 永灯 听不到 他真的听不到 真的听不到 开关 OK 郁博看大屏幕 我们给出了一个主题 而且呢 有七个关键字 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 让他来记忆 然后再用你的创意 去想一个好听的故事 还有最后的二十秒 好 请面对两位老师 说出你的故事 一味 开始 动物园人山人海 有许多外国友人 他们都在看 可爱的猴子 吃香蕉 猴子吃完香蕉之后 就把香蕉皮扔到地上 特别不文明 动物园还有危险的动物 比如说 有可怕的狮子 还有老虎 还有豹子 还有很多外国友人 在看可爱的熊猫 它在吃美味的竹子 动物园可真好啊 谢谢 好厉害哦 这个好 这个好 对 因为我在想说 他怎么用那个文明 他加了个步子 不文明 而且他说有恐怖的动物 什么狮子 豹子的时候 我想说 他不会把那个熊猫 也变成恐怖动物吧 结果他说不是 他说外国有人要看熊猫 对 太厉害了 他的故事还特别有教育意义的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是阿雅老师这边 好的 永登 换你了 睡着了吧 好 永登 来看一下你的题目 就在后边 再来想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慢慢记 动物园是什么样的故事里头 会有外国有人 会有熊猫 然后又是人山人海 然后还有香蕉 还有可爱 还有危险 还有文明 行了吗 行 都记住了 好 厉害了 来 林永登 说出你的动物园故事 预备 7 动物园里面有一只豹 他在 他在练习 他当明天就要去 比赛跑步 然后 他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练到晚上 然后等到了明天 他就开始跑步比赛 得了第一名 然后他还会有奖状 他回家的时候都很开心的 又跑回家 回家里已经有很多奖牌了 大概差不多了 已经要50个奖牌 好多哦 嗯 他的故事比五妹娘五则天还长 等生人海里面 一定会有人的 里面有外国人 有什么什么的 都什么人都有 有些人也是喜欢也是吃点露霍香蕉的 从人种分类到喜好吃什么水果了 讲完了 讲完了 熊猫 文明熊猫 危险呢 可爱危险 文明都不放 他非常的有原则 我说熊猫要不要放进来 他说不用 我说那危险文明不用 所以他主要是在讲那个 爆在跑步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都蛮动人 但是还是要请同志尔老师您来做决定 这个节目是2000分的难度分 难就难在就是对抽象思维的一个连贯的使用 因为 所以我们看到像文明啊像危险 这都是小孩子比较不容易掌握的词汇 很好的就是轮回贯通 这样一个词汇 组织成一个故事 所以两个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不错 蓝队获得这样的2000分 恭喜玉博拿下了2000分 逻辑性来说的话 确实呢 这个三宝队呢 表现得比较好 但我们是创意嘛 对 而且主要是节目时间不够长 够长的话 他应该可以讲到40集 谢谢你哦 永登 谢谢